双手上铐被远警拉着走 机车车厢一打开 萧萧铁盒似乎藏有违禁品 刑警打开闻了一闻 立刻问这名蓝衣男子到底是什么 对方才坦诚是打麻 高检署这回统合全国16个地检署 联合宪兵队海关海巡彻底溯源 扩大侦办 发现嫌犯是以通讯软体Telegram 创立群组联系买方与卖方 买家的部分是以虚拟货币 无折存款来付账 父亲之后卖家就会包装好 以配送的方式送到指定店家 让客户来取货 就像是一般网购一样躲避警方追击 不过这回检警彻底搜证 逮捕破百人 深入分析嫌犯的背景 当中有不少是家境优渥的流美学子 只是侦查过程也出现了一段插取 警方沿线调阅视影像 看到一名男子穿着蝙蝠上衣 裤子却是警察的制服裤 竟然骑着公务车 确定装有大麻的包裹 这画面让办案刑警一度怀疑 对方也太大胆 身为人民保姆 怎么可以执法犯法 但后来与当地分局督查调阅公文 仔细厘清 这位男子确实是警察 不过他也在办案 所有经费和出现的时间点 以及领包裹的行动 通通都有签公文报备 因此最后排除他涉案 差一点点抓到自己人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